欢迎收看今明天下 MF下修了今明两年全球的GDP成长率的预测 来到了2.8% 那么认为今年的成长率呢 会创下30年以来的新低 尤其是食品的价格真的是涨不停 已经成了各国央行遏制通膨的新威胁了 另外股神巴菲特呢 也首度回应了在去年第三季买入 40亿亿美元的台积电ADR 结果却在第四季的时候呢 就闪电脱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担心地缘政治 而供应链还传出说 台积电在明年度的资本支出呢 会双位数的下滑 但是摩根士丹利也指出说 如果台积电法说能够提出第二季的营收呢 既减不超过9%的话 还是有机会呢可以突破巴菲特魔咒 另外联合国市井 全球人口在2050年将会逼近百亿大关 全球势必出现抢粮食账的状况 而且各国已经开始研究自己的培养肉 真的可以解决高通膨所带动食品价格大涨的问题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志玲 大家好 经理天下特派员叶芷娟 大家好 陈燕国际货币基金IMF是下调了近年两年全球经济的预测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高通膨 尤其是食品价格的部分真的是居高不下 令人担忧 为什么呢 因为IMF这一次下修了今年跟明年的GDP的一个展望 尤其是今年它把它下调到只剩2.8 而且甚至他谈到说会面临硬着陆的问题 我要讲这里面一个他的观察 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膨的问题 他认为通膨到现在还高达7% 这个通膨的数字既然是1990年以来最差 也就是说我们的好兄弟鲍尔到目前为止 他想要压通膨这件事 到目前为止效果是不是没有那么卓著 但在这当中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能源价格已经有明显的回落 即便OPEC说要减产 也没有把能源的价格大幅度的一个推升 照道理我们对通膨这件事 应该可以放宽心 为什么IMF仍然看到高通膨 而且甚至认为硬着陆的一个风险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消费的支出 尤其是在食物的一个部分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IMF每次做预测 好像也会在做调整 但是它的预测是真的准确吗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1980年以来 持续的长期去追踪 IMF对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跟最后实际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预测 我观察 然后我去做了一个数字的一个评估 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 未来景气可能的变化 你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出 什么样的一个决策 当然最后实际的成长率 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可是我们既然发现这个落差并不大 也就是说从图形上来看 蓝色的这个点点就是它的预测 跟实际的一个状况 既然差距不大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重视 IMF这一次的下修 我认为非常的必要 而且在这当中 它特别谈到的一个食物 到底食物现在的通膨的状况 到底是不是还是这么严重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的一个部分 主技术公布 三月的CPI年证率是2.35 我相信这个数字又比之前 再持续的一个攀升当中 虽然我们会觉得说 跟美国比好像有一个落差 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 包括蛋的价格涨幅 非常的一个惊人 其实超过了10%以上 最近我看到一个东西的涨幅 我真的吓一跳 昨天既然还出现在我们餐桌上 就是巴勒 巴勒的涨幅既然高达50% 香蕉加个巴勒都买不起 我们现在发现 这个巴勒的涨幅既然这么的惊人 你看鸡蛋年涨幅已经26%了 已经高达26% 而且是连续17个月 我们要讲一个月的上涨 两个月的上涨 都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可是当你持续17个月 一般来说只要连续两季 就是长期的现象 更何况长达17个月 所以请问一下 整个食物的涨幅是不是很惊人 包括外食的 对我们影响就是外食 因为现在大家几乎都吃外食 外食的涨幅 扩大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压力 其实我除了台湾以外 我们持续的往各国去做观察 因为IMF针对的是全球的一个思维 我们看到韩国 最近他们政府推出了一个早餐计划 只要台币23块 一千海银而已 对大家会说 那跟涨幅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实在是物价上涨的太严重了 学生尤其是大学 他们在外食的过程中 那个压力太大了 所以只好政府跟大学 就是吸收那个费用 让学生能够享受 比较好的一个午餐 这个部分已经出现 要不然政府干嘛去做那个事情 就是因为物价涨幅太严重 包括雀草 在全球最大的食品集团是雀草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的食物都跟他有关 他现在也要涨价 也要涨价 因为通膨的关系 再来我觉得我们看到 我自己看到数字 我其实吓一跳 就去年就是美国的学校午餐 既然涨了三倍 学校的营养午餐 既然涨了三倍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复活节 大家知道复活节要找彩蛋 那现在蛋那么贵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把马铃薯削圓一点 然后找柴薯 就把它变成蛋的样子 没办法 因为马铃薯才涨十几% 拿马铃薯的充蛋鸡蛋 这个其实已经反映了一个 这个食物的一个涨幅 惊人下的一个结果 加上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 其实我们的食物里面 不管饮料食物 煮菜当中 其实有很多需要仰赖糖的添加 而糖创了11年的新高 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什么 整个食物的一个通膨的一个现象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隐含的是什么 就是景气衰退的一个问题 因为当我的食物价格不断的攀高 我们还是民以食为天 所以我是不是会以食物为主 而排挤到其他的消费 所以衰退的原因来自于这个地方 但是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除了IMF所讲的之外 我给各位看一下 美银它特别说 其实衰退已经展开 不是即将衰退 是已经展开 它提出的证据 我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是新订单指数 新订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先指标 当企业没有再拿到新订单 代表它未来的营收一定会下滑 一定会下滑 我们最近看到整个新订单指数 已经跌到了零以下 这代表什么 成长非常非常的疲弱 而且会反映在未来的财报上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即将衰退 是已经衰退 而且我们之前节目帮大家追踪 我们一直在讲说 通膨压不下来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住房的成本 只要大家愿意减少房屋的购买 那房屋的价格会降下来 那住房的指数应该会往下掉 结果没想到全球房市的降温 已经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我特别用了两个字叫激烈 因为如果是和缓的下降 对通膨的趋缓不见得有帮助 但是我们看到下降的这个曲线 而且是各国 这里面我特别点一下 英国澳洲瑞典 加拿大纽西兰美国 那就是这个主要的成熟经济体的房市 都在大幅度的下滑 尤其是我们看到 像这个瑞典既然下滑了13% 纽西兰下滑了14% 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说有没有衰退 如果在我来看 从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 那当然现在市场 其实还是相对的乐观 乐观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会觉得就业的数据 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非农公布 虽然比预期差 可是就业整体的状况还是不错 也没看到就业变成负增长 没有看到 可是我们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被 股价指数给迷惑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 标普 这个是特别 这个一样是 这个美银 他们所做的一个统计 他们说 S&P500在衰退前 跟衰退期间的表现 结果如果我们仔细看 当然更早1933年 我们不讨论 如果我们看近期就好 你看衰退前 大概都可以跌到15 20% 那衰退期间 甚至更严重可以跌到50% 所以美银特别 最后结论一句话 他说股价的修正 只是还没开始而已 所以一旦真的 要进入衰退的话 股价的修正的幅度 可能会相当的大 那当然他们提出 这样的一个市井 搭配刚才IMF所谓的 这个景气下调的目的 其实都是要提醒执政者 当然我们讲的就是鲍尔 你是不是不要再强劲的升息了 连鲍尔最信任的专家是谁 不是我 是克鲁曼 你看克鲁曼 这个他非常信任的男人 克鲁曼其实就跳出来提醒 他说你不需要高失业率来降通膨 因为高失业率的意思就是 你一直升息 一直升息 然后整个失业率砰一个 然后经济砰一个就垮了 他说不用 为什么 因为他说其实通膨 会不会你们太过恐惧 因为刚才看到的是食物的通膨 只要食物的通膨降下来 其实通膨应该就解决 因为住房已经改善了 所以他认为联准会的 已经是过度紧缩了 太紧张了 你紧张到你的升息 已经过度紧缩了经济 如果你再持续的升息下去 美国急剧的衰退 可能会发生 这是克鲁曼 鲍尔一直很相信 克鲁曼的一个论点 因为他是非常重要的经济顾问 白宫的经济顾问 另外是贝莱德的投资长 他也特别提到 其实通膨接下来就会和缓了 没有大家想得这么严重 降下来的速度 可能比你想象来得快 所以需不需要再提高利率 来对抗通膨 其实应该是够了 因为毕竟政策的传导 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通膨下滑的速度 可能会比大家想象得快 好 连穆迪的手机经济学家 暂停也说 通膨放缓 劳动市场状况的缓解 其实应该要暂停升息的周期 包括纽约肺德的总裁 他说再升息一次就好了 五月再一次就可以了 一次就好了 一次就好了 再一次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 剩下那就是五月了 你五月再升一次 满足你对于 这个通膨的恐惧的不安全感 之后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升息 那芝加哥的这个贝德总裁 也说升息前 你看他特别 他没有说不要升息 但他说要谨慎 要审慎 好不好 你要去评估这个金融的压力 为什么一旦持续的升息 实际上把美国打入衰退 金融压力升高的情况下 会不会让这个整个金融市场 陷入另外一个困境 所以或许真的五月 就是最后一次升息 刚才先看 但我们看到 就是美国联准会 现在面临到的难题 就是到底在金融稳定 跟物价稳定之间 要如何取得平衡 不过刚才也特别提到 包括克鲁曼 贝莱德的投资长 还有穆迪的经济学家 都认为说 美国联准会 现在应该要暂停升息了 所以要请教志玲 包括银行业的冲击 还有在先前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数据 显示美国的经济 其实真的已经是 正在放缓的情况 美国的通膨 你觉得是不是也会开始趋缓 真的像他们所说的 不用太过去担心通膨的问题 是 因为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要公告CPI 但是我想跟斐鱼讲 因为通膨今天晚上公布 它其实是过去式 我们其实操作股票 看的是未来 所以我今天想跟斐鱼讲 今天通膨的下滑 我认为可能是最后的饗宴 甚至要跟投资配偶报告 最近这半年的通膨的下滑 可能是今天就是最后的晚餐 克里夫然的一个联储的 一个分行的PCE的预测 它预测非常的精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的预测来讲的话 我们先看这个柱状图 这边很明显的看得到 它其实它现在是 代表下个月是往上的 往上 因为现在是公告三月份 四月公告三月 那这边的四月份的数据 其实是比原先规划的4.6 然后上升到4.67 所以代表下个月的数字 可能会上 会往上 对 所以大家最近很乐观说 通膨可能要下来了 但是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数据它强在哪里 它从1999年开始到最近 因为每次通膨要公告之前 不是都会有投资银行 或是经济学家来预估说 这个通膨数据可能多少 所以会有个预测子 对不对 但是经过这个研究机构的一个调查 从1999年到现在 它的预测最准 怎么样准呢 我举个案例 一月份的时候 有公告这个核心的通膨 一月份公告的核心通膨 它预估是5点 数字 5.86 5.862 然后实际出来的话 是5.864 是比较高的 就是实际上 出来它只有差 三个小位数而已 等于接近99% 当时经济学家的预测是5.7 结果它是比较精准的 所以它预测的是非常的精准 几乎百分之百精准 好 那如果这一次的通膨 真的如它的一个预测 真的往上跑的话 那行情会怎么样的一个动荡呢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去年的时候 9月份的这个地方 也是市场上非常意外 因为在那个时候 9月13号公告的通膨 意外复然到8.3 当天的美股是创下了 当时那两年来 单日的最大跌幅 所以后面的一个行情 就走了一个波段跌幅 一路跌到10月份 那10月份的时候 你看到股市 也是在通膨公告的那一天 10月13号建低点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通膨数据的发布 这个股市震荡会非常的大 而且都是转折点 那我这边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 下个月上扬的几率很大 其实它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很巧的是去年10月建低点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通膨的基期 上一次节目来 我跟大家报告 基期的优势就到现在 为什么这么看 因为从去年的10月 到今年的3月份 它的基期 这个柱状图是往上跑的 这个是什么概念 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它是一个数学 分值分母的概念 如果分母是100 那它这个通膨是10 那假设这个价格没有变 但是下面的分母 变成200的时候 那数字会变成5%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基期的概念 所以当时的基期往上跑 所以假设价格没有什么掉 但是通膨的数据 它就是会下来 所以大户也知道 所以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它知道后面通膨要下滑了 所以股市就在当时 见低点了 所以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通膨它 真的是开始富然的话 对于股市的一个影响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下一张 不过在最近可以请教志宁 就是对冲基金的部分 放空美股的一个部分 已经来到12年的新高 就是因为您刚刚所提到的 通膨有可能死灰复燃 这样的原因 是 当然 因为他们会去赌这个 一定也是代表就是说 他们知道后面可能要撬上去 就是有去年9月这个案例 为什么会这么做 其实可以看得到 标普这边有显示 放空的金额 这个柱状图空单 是创了2011年来的一个新高 为什么这么赌 因为通膨复燃对股市的影响 32万1千口 对 那它的这个对股市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刚刚陈彦哥有提到 因为大家都认为 对于接下来经济景气 可能是预期是衰退的 那如果通膨又很难降 维持高档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停滞性通膨 因为第二季刚好是我们的 电子股的淡季 五穷六绝 那如果利率又维持高档 然后通膨又是直接影响科技股的话 我认为第二季可能暂时性 在电子股的操作要保守一点点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 比就防御型的 像非电子股的传产 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的 太阳能 储物能 电网 最近也都蛮标的 或者是这个防御型的 像生技类股 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对 那股市的话呢 这边来讲的话 大家可能会想说 那讲成这样会不会太悲观 我认为要谨慎 但是可以乐观 我这边先讲 谨慎但是可以乐观 可以乐观 为什么呢 我这边提个五点 让大家知道一下 虽然我看震荡 但是不要那么悲观的原因是 第一个 最近大家都在谈去美元 所以美元是不是偏弱势 那美元偏弱势 对于我们台股 亚洲新市场国家 这就是一个有利的因子 再来今年要 苹果要发表新机了 所以其实台积电的 这相关苹果概念股 有台湾的重要的科技股 而且其实对于台积电的预测 今年的第二季会是它的谷底 所以股市都反映在前面 它的最差状况可能过去了 今年又刚好是一个谷底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要总统大选 明年不管是 选举前会有一些 对 美国或台湾 总该不会希望股市破底 对不对 我们再来从技术面 来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是加选的一个周线图 从去年跌了5900多点 反弹上来 从技术面的黄金切割率 大家应该也都有一点印象 就是如果反弹上来 它有突破0.5 一般来讲技术面而言叫做止跌 如果它可以突破0.618 0.618大概是在 16300多点这个地方 现在虽然没有到 但是突破0.5 它其实代表的是止跌 所以我认为说 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些因素 其实有力支撑这个股市 如果它后面有震荡拉回的话 既然它已经止跌的话 代表这个低点其实不太容易破 所以我认为第二季的拉回 台积电又是谷底 加上最近这个ChairGPTR 它对台湾的半导体 整个晶片的部分 大家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所以这些的利息点 我觉得支撑台股有拉回 我认为第二季是机会 但是要特别注意 5月份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黑天鹅 好 刚刚志玲 但我们看到 在5月份可能会出现黑天鹅 大家原本认为说 这个通膨应该已经趋缓了 但是很有可能会死灰复燃 所以在台股的操作面上 在第二季应该是要谨慎 但是可以乐观 那么特别在刚刚也提到了台积电 我们说台积电要请教赵立 股神巴菲特 他昨天罕见的仿日 他也提到在先前 为什么很快在一季的时间 就卖掉了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不过他在这一次也特别有提到 他已经提高了日本五大商社的 持股的比例 那么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股神巴菲特 他会去加码投资日本 甚至是看好日股 对 没错 我想巴菲特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报告 其实最大的新闻就是 他对于日本的五大商社 持续加码 当然这个动作之前 他一定要有资金 他在2019年的时候 他开始发行了日本的债券 发行日本债券之后 想当然为什么会发行 因为日本的债券的利率很低 因为他定存的利率几乎是零 所以借贷的成本很低 他的成本很低 假如他觉得他有说过 他认为从现在开始 20年 50年之后 其实日本跟美国 会比现在更强大 所以他当然就看好日本 他不是看好两天 他是看好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日本会更加的一个强大 好 我们来看 就是说他发行了这些的一个 他目前来讲的话 大概总共发行了 75亿美元的部分 发行这些有低成本的优势 他就去买了日本五大的商社 我跟大家报告 他一开始揭露的时候 是在2020年8月 你知道2020年8月 3月的时候是疫情开始 所以8月的时候你试想 股价也是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我们来看这五大商社 2020年8月在哪里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三菱商事 2020年这是2020年 2020年8月 厉害吧 2020年8月 厉害吧 2020年8月大概这边 也是都相对低 都是在相对低点 人家是股神 你看一下 真的都很 不愧是股神 都是在相对低点的时候 他到时候揭露跟你讲说 我已经买了5% 那到去年11月的时候 他跟你讲说 我已经从5%加码到大概6% 去年11月大概在这边 其实现在的股价 你看一下几乎都是新刀 这五年来的新刀的水准 所以他假如买这边 其实现在都大概赚一倍 那之后他再去 他揭露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加码到6% 你知道吗 这两天的新闻当中 就是采访的时候 他说 我已经在加码到7.4%了 你知道吗 他不知不觉当中 所以你就 这个就跟西方石油一样 其实你看巴菲特就是这样 他假如看好一档股票 其实你已经买在相对低了 我也不管你 我看好就是在相对高 目前看起来相对高 我还是买 只是我在低 所以投资朋友要学 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你的部位要稍微大 比如说他买5% 往上加码的时候 他买的部位 当然5%变成6% 6%变成7.4% 这部位相对上来讲比较少 因为他已经稳了 你知道吗 买在地了 所以他有这个信心 再下去加值 可是当然这是要是对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三井商市好了 石油 天然气 矿业 山井 物产的部分来讲 他加码这五大商社 其实他们涵盖的 这个产业的范围都很广 对 很广 非常广 你想到的东西都有 石油住行 预乐 素有商市像是媒体 不动产 对 就是石油住行 预乐 其实买它就等于买整个日本 你知道吗 因为日本的商社来讲 有的真的非常大 我想这个就从台湾的台积电等等 所以其实巴菲特买的股票 大概都是这样 他对整个国家来讲 因为他认为日本未来 还是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他买了这些的个股 好 不过赵立 他买了增持日本的五大商社 但是却在去年 第三季才花41亿美元 买进台积电的ADR 结果在第四季 马上闪电就脱手了 那么当时也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冲击 不过我们说到 他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 他说台积电其实还是一个 管理很好的公司 不过台积电现在基本面 是不是也开始 这个杂音越来越多 因为其实现在他们的供应链 也传出说台积电 在明年的资本支出 可能会有双位数的下滑 对 没错 我想在当然了 这个行为传出来是因为日经 他说有人问他说 出售台积电股票是否源于地缘政治 你这样问我要怎么答 我当然一定讲说 这个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 其实你看他的谈话 他也讲你看 地缘政治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对不对 他也赞赏台积电一下 台积电其实是真的 这个领域当中非常强大的 其实台积电 比较不属于巴菲特的公司 因为其实巴菲特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巴菲特部分来讲 其实他股息殖利率的部分 他也要高 而且他本来对科技就没有很爱 他对科技除了Apple 因为说真的 他基本上来讲 他希望的公司是这样子 大方向大概是这样子 除了现金股息 除了公司要回购股票之外 其实公司赚到的钱 不要大部分又拿去投资 假如你大部分拿去投资 你发给股东的鼓励 就会变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你试想 对不对 他当然大部分的钱都拿去 质利率很低 2%左右而已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部分来讲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先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小摩的部分来讲 其实他第一季的营收 当然不如预期 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要先讲一下 台积电在1月份的法说 他说什么 其实他的让大家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当时的新闻 他认为上半年不好 可是他认为下半年的复苏 是什么复苏 是V型的复苏 是V型 不是那种什么L型 不是U型 不是Nike型 是V型 可是慢慢的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最近陆续有传出 比如苹果 这些大客户来讲 你有沒有看到 好像对 开始缩手了 对 之前大家觉得 就有这些的传闻机出来 不是等到3月份营收公布 是之前已经陆续的传出来了 然后你看一下 最近又开始传 因为等等这些 他要开始量产 所以似乎他对于 未来的景气的看法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最近传出高雄建两座厂 有可能会延期 是不是资本支出有可能会缩小 他为什么会延期 有可能对未来的景气的看法 相对上来讲 是不是比上次来的保守一点点 上次的法说 因为在上次法说完之后 大家觉得资本支出 其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当你然后之后看到 3月份的营收 整季的营收出来之后 结果连低标都没有达到 这个当然大家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的 比较怀疑的一个态度 下半年是不是可以出现 真的V型的一个复苏 不过到底有没有机会 突破巴菲特摩咒 因为大摩他是说 如果台积电接下来这个法说会 他们季减的这个幅度 营收的部分可以控制在 不要超过9%的话 还是有机会 我觉得大摩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台积电这种公司 不管外资 不管内资 去报告一大堆 当然大家会选择指标性的 大摩相对常来讲 大摩小摩 这些当然都是指标性的公司 大摩说你要突破546 你巴菲特的一个关卡的部分来讲 你要比较乐观的情境 你要相对常来 可是这个乐观的情境 有可能只有20% 一般的情境 我先讲一般的情境 50%的 他认为第二季的营收的部分 QOQ衰退5到9% 毛利率的部分来讲 52到54% 这个区间 营收的部分来讲 今年跟去年大概持平 其实持平是不错 持平你看今年上半年 其实说真的 大概预期歪歪衰退是满多的 下半年真的要付出 假如是这种情况50% 就是今年的营收跟去年持平的话 大概隔天会反弹的1到2% 1到2%当然也不会过56 等一下我再讲 20%的部分最乐观的 这个才会 就是什么 他的第二季的营收 衰退的幅度要小于5% 毛利率要高于 刚刚所提到的54% 另外营收的 今年预估的营收的部分 要比去年成长 他认为这个就有机会突破8月的高点 可是这个只有20% 你知道吗 另外的30% 当然就是比较不好的 就是认为他隔天的股价 有可能会跌5到3% 就是他的营收的QOQ的部分 有可能衰退9%以上 毛利率低52% 今年的营收比去年稍微的衰退 有可能隔天股价会跌3到5% 其实这个大概是30%的一个水准 几率概率的部分 所以把所有之后 假如以大摩的情境来看 要突破546的高点 说真的只有20%的机会 那么假如以这样的来看的话 其实台积电去年APS 大概39 今年APS预估大概32 你看到就知道 当然去年有 会对收益的部分 那APS的衰退 你说短时间真的 要过到600多块 我觉得那个难度真的太高 我觉得台积电基本上来讲 应该会陷入相形整理的格局 他大概短时间来讲就是高点 大概也不过 除非法座位真的非常好 可是我个人觉得 法座位部分来讲 不会非常非常的正面 大概就持平 所以应该是 相形的一个整理回数 真的会过600块 我觉得是今年下半年 越接近年底才有机会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越新接近9月 10月 11月 12月 因为这个地方 它不是在反映今年的营收跟获利 它要反映未来一年 大家预估未来的一年的EPS来讲 明年是有机会比去年成长 所以假如台积电真的要过高 600多块那个高点 我想应该是年底才比较有机会 另外的 当然假如台积电不是那么的好的话 风车的部分 当然它就龙头 龙头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当然台积电有压力 大概这些风车厂商 因为第一个 毛利率相对上来讲 当然也比较低 第二个来讲你看一下 低纪的营收的部分来讲 衰退季减26.2% 其实也不遑多烂 年减9.4% 七季的低点 所以它只是说 它是库存序话 它预期是股点 可是大家要记得 在EPS的部分来讲 你有没有发现 去年14.5% 今年预估大概10块到11块 其实都是衰退的 就跟台积电其实是 美股进行 他们好的是美股进行 所以这种股票 其实涨到这个地方 我会认为 你越接近近值的时候 你再去买 相对上会比较安全 就是你这种股票不能追 因为台积电讲的不涨 历神的部分来讲也是一样 你就看一下近值 EPS的部分去年11.6% 今年预估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衰退 可是股价真的都涨了一段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像这档股票外资没什么买 投信也没什么买 只有这边外资倒出来 投信买进来 就那时候 结果就这样 它记忆体封测的部分 另外其方是趋通IC的部分 你看一下 去年EPS是8.11% 今年预估大概6块 其实大家看到 其实都是衰退 美股进行55.36% 可是最近涨完之后 现在开始有点压力 我觉得其实封测的部分 涨到这个地方 确实会有一些压力 禁止的部分来讲 越接近禁止 才是你比较好的买点 现在我觉得相对上来讲 回檔的压力确实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半导体相关的族群的话 是暂时还是要先保守一点 去看待 对 好 不过我们说到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在高通膨 美国一连串的升息 那么高通膨在这一次 当然也带动了食品价格的一个大涨 现在各国已经开始在研究 自己所谓培养食物的部分 要请教子娟 像荷兰的博物馆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 猛马像肉丸 它是真的肉吗 不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 曾经有提过人造肉 它是真的肉吗 对 先回答你的问题 它是真的肉 之前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讨论过的是植物肉 而且其实我要说 植物肉现在普及的状况 已经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来得更普及 怎么说呢 因为我刚刚去巴黎迪士尼玩 然后巴黎迪士尼的汉堡 它那个图就有一个汉堡的图 然后同一张照片 然后有两个选项 可是价钱一样 重点是价钱已经一样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 我就说 为什么这同一张照片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汉堡 然后你却是写了两个项目 然后价钱又一样 我说是怎么回事呢 他跟我说 小姐这个是真的肉的汉堡 这个是人造肉的汉堡 所以他其实已经在迪士尼里头 就已经这样卖 而且我们过去会觉得植物肉 应该还会稍微再贵一点 没有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价钱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重点是植物肉终究 它是素的 它终究是用大豆类的 豆类的东西 然后只是去模仿 希望可以模仿出肉类的口感 但是它终究是植物做的 但是现在这边我们讲的 这个叫做培植肉 它就是真的肉 其实它就是在实验室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有点类似像是 我们有时候在做什么 复制的白老鼠 就是用DNA 然后去培育出一个活生生 但是那比较会有道德的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 它一样是用 这个是4000年前 就已经绝肌的蒙马像 我这边还放了一个图在这里 4000年前绝肌的 蒙马像的DNA排序 然后用现在还有的 非洲象DNA 然后在实验室里头 然后做出了这样的 培育出了一个 刚刚讲的这个蒙马像肉丸 所以它是真的肉 它是真的肉 对 好 就是真的肉 但是应该是说这个终究 因为毕竟它是培育的 应该 但是我看那边报道有讲了 并没有人真的拿来吃 所以不知道它的口感怎么样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 现在从走出实验室 伤转了吗 其实是有的 在去年底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FDA 它已经正式认可了两家 类似像这样做 培植肉的业者 所以有两家业者 已经是被美国的FDA说 对 这已经是一个 安全食用的肉 而且它现在主要是 先用在鸡肉上 主要是先用在鸡肉上 而其中有一间公司 这个叫做Good Meat 它在美国取得了FDA之后 猜猜看谁让它 正式让民众可以吃到 有一个国家 其实就在亚洲 就新加坡嘛 没有错 因为其实新加坡 它其实九成都必须要 仰赖进口 因为它地下人稠 没错 好 所以其实把这样的一个 培植肉直接使用出来的 我们就来讲一下新加坡 就像菲玉姐刚刚所说的 其实因为它的粮食 全部要靠进口 以新加坡来说 它90%的粮食 全部要靠进口 它自己本身的粮食的农地 也不到1% 所以发生什么状况呢 去年马来西亚 因为禁止鸡肉出口 所以新加坡瞬间就闹了饥荒 然后海南鸡饭很好吃 对不对 他们当时新加坡人就 我安全没有海南鸡饭可以吃了 就只因为邻国一个限制的状况 所以它瞬间他们的粮食就出了问题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 他们的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有危机感的 所以有危机感 这个事情很有趣 其实就在去年 应该去年底吧 联合国的气候峰会那时候在新加坡举办 那个时候新加坡政府 就已经在四季酒店 宴请了八国领袖 他就是拿这个培植肉 刚刚讲那两家已经和可的 其中一家所做的培植肉的鸡肉 做了一个鸡肉的三吃 他可以做一个串烧 然后炸鸡皮 煎鸡胸肉 而且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当成国宴 然后去请了八国领袖来吃 可以实际上让他们知道说 对 我这个已经是实际商专 而且吃起来口感就跟 不能说口感跟真正的鸡肉 因为它真的就是真的鸡肉 只是它在实验室里面 所培养出来的 当然大家就会说 那为什么会是新加坡 刚刚所讲它有危机意识 所以其实他给它自己的目标是 他说我在他们有一个 30x30的计划 什么意思 他要在2030年之前 然后他们要让自己的 粮食的自给率达到30% 就是30x30的计划 所以他们一边 他们用科技来种蔬菜 然后一边还要用科技来造肉 对 因为其实你知道 我们说植物肉 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是你说我们植物肉 不是也是大豆 可是大豆还是要有甜来种 才可以嘛 对 所以他还是有甜的这个问题 人家的甜不到1%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觉得如果今天我真的要造肉的话 这种科技肉 似乎又会比植物肉 越来越来越有一点点机会的感觉 那人家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由他们的主权基金 下面的这个淡马锡控股 直接去成立了一个 食品科技的创新中心 花了多少钱 台币44亿 然后专门就在研究 这种城市的农业 因为他们说他们希望能够 要能够种出来 然后替代性的蛋白质 其实就是类似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不管是植物肉 就是替代性的蛋白质 或是这个养殖肉等等 还有些未来食物 所以现在在新加坡来说 其实它有36家这样的新创公司 每年都可以培养出非常多的一个 很新的一些技术出来 最后回归来 那你觉得台湾我们学到什么 虽然我们没有到90%是要靠进口 可是其实我们台湾有7成要靠进口 如果联合国说2050年之前 人口会到百亿 然后粮食需求大增的情况之下 全球势必强量 那你说台湾其实也是70%要靠进口 所以或许新加坡的例子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适用 但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未来的粮食政策 好 刚刚姐姐带我们看到 我们说到现在这个高通膨 食物的价格大涨 那么以后如果说 在全球人口突破了百亿的话 其实抢粮是有可能发生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在研究 这个自己来造肉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的是 莱德集团旗下的小金鸡莱宝 它在3月的营收年增率高达7成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转型成功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